來吧 吃東西很友善,又很好 我是一個貪吃的人 所以我又很友善,又很好 又不囂張 但有句話導演叫我說的 就問…來到南非,有誰不認識我 你覺得呢 大部分人都認識你 怎麼會在這裡沒有人 因為只有幾個工作人員認識我 這裡有很多… 我的兄弟 除了鑽石,我們今天看不到鑽石 所以我帶你去看鮑魚 是 你去哪邊看 你喜歡 我去那邊 好,那我也要去那邊 鮑魚場 這次可以來到鮑魚場參觀 真的很難得 因為這裡養殖了很多新價金貴的鮑魚 平時不會對我開放 南非鮑魚之所以這麼有名 是因為牠們生長在大西洋 和印度洋的冷暖水交界 水裡的礦物質特別豐富 養出來的鮑魚不僅夠大隻 夠鮮甜,肉質還很嫩滑 馬上看看鮑魚的養殖過程 到底是怎樣的 這裡就是培育室 培育甚麼呢 我現在問我朋友,我會解釋 請 我們做的是 我們每月每個月的氣氛 在海洋裡 只會在星期月的氣氛 當中是冬天的時間 但我們做的是 我們整個氣氛的氣氛 我們做的是 控制水溫度 所以我們要保持冷暖水溫度 但我們也要保持冬天的氣氛 這是燈光的 所以我們做的是 我們整個氣氛是冬天的 我們要去睡覺嗎 來吧,是燃光的 可以 Jessica,你已經是專家了 你快點說說這裡 我怕我說得很亂 不過剛才聽她解釋了 剛才那邊受精的卵子 會把它搬到這裡 這裡每一塊 上面都有一些海草 其實是給牠們吃的東西 其實這些是四個星期 看到上面一點點的白色 就是牠們已經四個星期大的鮑魚 鮑魚仔因為這裡有自然光 透過鋼合作用 牠們會生在片上 所以鮑魚仔會在這裡找牠們 會黏在片上 就是這樣 雖然鮑魚養在水缸裡面 但水是海水 由幾條大的輸水管 直接從海裡引入 再經過處理,確保乾淨 夠了天然兼安全 打開鮑魚養在源上面 好,這也要意識到 這幅魚仔的海藥 化妝去滿輪水 所以牠們有多了 我喜歡蠻的海藥 蠻的海藥 這些海藥 有它的朋友 跟它們深圳放在這裡 要給牠們看到 然後馬上有很多海藥 然後你先是有潮流 大概是海藥 好,看著海藥 然後埃湯 有些海藥 但如果有些海藥 就是海藥 對我是海藥 可惡 海藥 可以再吃 比較薄,所以會看到肉的顏色 但當它厚的時候,它看不到這塊肉 現在的大小是兩歲左右 對 Jasica,你應該知道怎樣分 大概每個月就長2厘米 所以要養很多年才養得這麼大 為何鮑魚這麼貴 就是因為這樣,要很長時間和心思 所以下次去街市買鮑魚 你可以用一把尺去量度 你知道那隻究竟很大 但沒有人騙你了 這些鮑魚大約四至五歲 牠們這麼大隻,你平時很少吃到 這些是用去封乾的,然後做乾鮑魚 好,我們怎樣分工鮑魚 先看看 開鼓了 我很緊張 因為鮑魚是綠色的 因為它的蛋是綠色的女生 這是乳酪色,黃黃色,米黃色 就是鮑魚 現在這樣鮑魚,你看到圓圓的 即是裡面有很多鮑魚 牠也有很多 我也有很多 不是,有很多,這個也有很多 很划算 鮑魚可以養得這麼肥美 其實跟飼料也有關係 這裡的鮑魚只吃天然海草 絕對不會用化學飼料 而鮑魚場還預留了地方 讓海草生長 確保有足夠的海草餵飽鮑魚 考考你,香港有多少人口 香港現在未公布新的 對,暫時已經是700萬左右 這裡很厲害,香港 因為這裡的鮑魚口有900萬 沒錯 所以這個鮑魚牆 其實有兩公頃那麼大 我們現在記住的位置 真的只有八個籃球場那麼大 告訴你,這裡實際有多大 這裡實際有兩公頃那麼大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包山一角 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令南非盛產鮑魚 在南非不只一家鮑魚養殖場 出產的大部分鮑魚 都是出口到亞洲 當然包括內地和香港